大家好,这一课我们学习Microbee教程,土壤传感器 土壤湿度传感器,它是一款简单实惠的土壤湿度检测器 我们看一下它真正的样子,我们就知道它也是非常的简单 它就有两个金属角,上面呢一些小零件 它就形成了一个土壤湿度传感器 它是一款简单用性价比比较高的土壤湿度传感器 它只是通过一系列的暴露的平行导线 限制测量及水量大小的判断湿度 轻松的完成湿度到模拟信号的转换 输出的模拟信号呢可以直接被HJDUNO开发版读取 达到土壤温这个湿度报警的功效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Arduino来控制 也可以用现在的Microbit来控制 因为我们这个模块呢它是适用很多平台的 只要是单面积都可以用我们的灰晶电子的这个模块 那我们先把它安装 这个现在是安装在P0 好那我们现在把它安装到P0之后呢 需要获取它工作的状态 那我们先打开浏览器 我们打开浏览器之后呢 把上一次的这个程序给删除 删除之后我们要基本的读取它的工作状态 这个呢是一个公式来的 我们不用管它了 然后我们要模拟读取云角P0 然后我们现在下载把它下载到Microbit里面 现在下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读取这个状态了 我们呢 我们首先要准备准备两个小杯子 一个杯子装满这个干的泥土 一个杯子装这个湿润的泥土 或者两盆湿度不同的盆栽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小杯子 所以我们提前测量好这个数据 就是用这个盆栽 这就是干燥的泥土 我们把它插进这个泥土里面 然后小心不要弄伤这个植物 然后我们记录下这个数据之后 再插进这个湿润的泥土 再把它插进去 因为我们这节课呢 这个内容是比较课外性的 所以我们要看完这个课件自己去做 然后我们记录下两种工作状态 它湿润的状态呢 这个数据是599 干燥的数据是279 所以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 开始一个编程 我们读取这个银角之后呢 就是如果它小于279的话 那我们把这个279化整就变成300 如果这个银角小于300的话 300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LED灯给点亮 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这个LED灯 我们安装在哪里 我们这个LED灯呢 安装在了PE的这个管角 所以我们引脚这里 这也是PE 让它亮 其实让它亮呢 只是一个报警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这个可以用LED灯 也可以用风鸣器 那我们可以自由选择 然后这样安装上来之后呢 当它这个湿度过小的时候 它这个灯就会亮起来 比如我们现在没有插入泥土 它就是一个过于干燥的状态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LED灯 它是否会亮起 如果它亮起来 就说明我们这个程序的上半部分是正确的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成功的下载这个程序 它这个LED灯就亮起来 说明很干燥 那么如果它这个数据大于300 就是湿润的话 那么它这个灯 我们就让它关掉它 那我们把它换一下 大于300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灯给关了 那我们先下载 比如我们在家里没有泥土 那怎么办呢 没有泥土 我们就让它在空气中保持这种干燥的状态 然后那个湿润的泥土 我们怎么模拟呢 我们还是拿一个小杯子 小小的盒子 装一些水 然后把它伸进去 我们这个程序已经下载完成了 那就看一下我们伸进去 它会不会灭 我们一伸进去之后 这个灯马上灭 我们一拿出来 它马上就亮 所以是不是非常的神奇有趣 我们放进水里 这个灯它就灭 我们拿出来 它就亮了 所以呢这个程序已经成功了 但是我们在家里呢 需要用这个有盆栽的 我们就找盆栽 没有盆栽 我们可以去户外 挖一点小泥土过来 然后我们这里有个参考程序 我们大家就可以参照这个程序 这个变量了 我们可以设置 也可以不设置 然后这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